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8號就要登場 不過勞資雙方對於工資底線 到底在哪裡依舊各唱各的調 意見毫無交集 勞方要求一口氣將基本工資 調高到兩萬六千三百元 時薪也要調到一百六十三元 不過資方態度強硬 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林伯峰 出了聲明工商團體 這次也不會出席審議委員會之外 也強調資方只能接受 百分之二左右的薪資調幅 我認為勞動部曾經提出要三百分之六百元 我們也不是說贊成 但是我們也不會反對 勞方提出是兩萬六 我想造成基本工作的一些低薪的員工 比如說是沒有經驗的 那麼高職高中或者是專科學校畢業的 這些人如果是大學生兩萬八三萬塊 那麼他們要兩萬六 我想造成他們找不到職業的機率更大 這樣的話是不利於我們的基層勞工的 再次回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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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次回芯